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喜欢看老电影的数字 今天要分享的是 热女郎野女郎杜鹃谈演技 为负担佳继绰学 以特约身份入片场拍戏的杜鹃 短短一两年间 从只有一两句台词的闲角略有戏份的配角 晋升为承担剧情发展的要教公司重点培植的主角 期间曾入列观众票选的国语片十大明星 易荣因第二届金马奖最佳女配角殊荣 站稳B级片一线 A级片第一女配角的顶流预备军地位 罕见的成长型星图 显示她虽无出道及受捧的幸运 却有越发挥越令人惊艳的魅力 回顾杜鹃的演艺录 在她因爱情对电影心不在焉 未婚姻暂停眼看就要腾飞的转折前 不满20岁的她已是公认对戏剧 富有见地怀抱热情的新生代实力派 回复记者对角色定位如何诠释等专业问题时 杜鹃保持一贯自在随性的态度 恰如其分底给予作答 内容多源于自身的琢磨经验与体会 可贵的是 善演浪漫戏的她也乐于跳出舒适圈 尝试观众认为其相貌并不适合的古装戏 事实是杜鹃在《白蛇传语红楼梦》 为灵带乐蒂佩戏的青蛇及子鹃 皆掌握出色 展现扮相虽非最佳演技足刊补救的整容式表演 非学院派出身意味接受系统性的影剧训练 杜鹃属天生戏感与后天观察的加成 浮影擅拍文艺片的导演陶琴 引导她在合适的戏路上尽情施展 造就一阵狂放不羁的热女郎旋风 十四五岁入影圈 十八岁独当一面 二十二岁结婚 二十四岁感情触交 二十七岁自杀殉命 杜鹃的人生犹如暗下快境界 若无那段虽千万人无往已的短暂婚姻 能演又具票房口碑的杜鹃 或可趁顶流女星面临转型 新人又尚未捧出的真空旗 起身真正一线 选择顺从自我意识的杜鹃 婚后付出虽依然能认要角 却再无尽情挥洒的良机 慰言如他 望着获利捧挑大梁的后背 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他认为如要演得好 一定要先把剧本仔细地读过好几遍 揣摩出这角色的行为 情感思想到底怎样 演员表演起来需兼顾一些小动作 他认为最不易做得好的 就是小动作了 甚至能使一个角色显得成功或失败 1961年1月20日发行的 《中国学生周报》第444期 记者启发采访当时俯窜起 方林十九的杜鹃 写成一篇名为 《杜鹃小姐谈演技》的报道 内文记述这位以非女系录为观众 熟悉的年轻女星的看法 显示她对角色塑造的独到见地 杜鹃坦言所主演的芯片供应时确实很紧张 但所担心的并非卖座情况 而是怕演技差 当她与母亲及任职摄影师的父亲彭瑞卿 同往戏院看片时 偶然听到父亲观众低声讨论 杜鹃这个女儿给我都不要 这帅女是我早就赶她走 等因入戏而萌生的咒骂 杜鹃的双亲先是为之一争 后则感到欣慰 因为观众有这样的反应 正表示剧中人演来没有破绽 无论《农本多情》里恋爱脑的女学生或 神仙老虎狗 该片又名皆大欢喜中 活泼倔强的少女 此时的杜鹃总扮演刁蛮泼辣的女孩子 对此角色游刃有余的杜鹃不会演 刁蛮泼辣比温文贤进的角色 较义演得好 尽管后者教授尊重 但前者更易表现 她进一步分析 要在荧幕上显得刁蛮泼辣可以做出许许多多事 来使观众承认她的刁蛮泼辣 也使观众有戏可看 但如果要在荧幕上显得温文贤进 非但不能主动地做出太多的事来 而且遇到了事情也不能有太多的戏剧化行动力 杜鹃年纪轻轻已明白自己的优势 不排斥饰演叛逆洒脱容易吸人目光的 违反派女主 先踏错后悔悟的对比效果 反倒更令人印象深刻 她也的确凭此成为风头一时无二的野女郎热女郎 演员不一定要美丽 因为电影中需要各种各式的演员 只要能演戏便行了 相反 如果有美丽的容貌而不会演戏 还是没有用的 杜鹃回复读者来含时 阐述演员未必美丽 角色务须局限的观念 其实杜鹃自乐居要角 外形就是她最常被攻击的罩门 即便于陶琴指导的文艺片《小风残月》 展现胜过同期丁红不逊一线女星张仲文 甚至可与演技派绿叶高宝树媲美的演技 仍然逃遭部分影评机为丑明星的命运 相较并列邵氏四小蛋的另外三人 安琪儿丁宁 荧幕情人丁红 男孩女神范莉 各有过人条件 杜鹃被指不止个子矮小 一张脸孔更是平淡无奇 面对这些不友善的指教 她所做的就是尽可能放大优点掩饰缺点 于是杜鹃将厚重浓烈的眼妆 画在平淡无奇的脸上 让众人将焦点放在她多遍的眼泼 搭配或冷艳或狂放的表情与自信心的提升 越发走红的她也有越变越美容光焕发的趋势 优化容貌的同时 杜鹃仍明白戏好才是身为演员的要物 因此不必局限于某类角色 喜剧和悲剧都要尝试演 当然最重要的是选好的剧本来演 当年觉得演戏很容易 照着导演的吩咐作便是 如今影铃已有三年的她 却渐渐感到对演技须下苦工来磨脸 在片场度过青少女时期的杜鹃 对目前表演可谓再熟悉不过 本来按天赋与听话极足应付 为随着角色越发多变而感受难度 表演时若顺着剧情走向喜怒哀乐上好发挥 无奈很多时候都得在毫无前奏的情况下痛哭或大笑 对此杜鹃与粤语片红星丁盈在各自受访时 曾异口同声称 特写镜头的狂笑是最难的表情 因为演员只是对着摄影机 依照口令形式根本没有任何足以引起狂笑的因素存在 其难可知 几年累积杜鹃从本色演出 蜕变为演什么像什么 尤其擅长具冲击力的细腻情绪波动 至于李丽华挂双头牌的文艺片《乌山春回》 该片又名第二春 更获得第二届金马奖最佳女配角的肯定 然而原本得奖数好诗一桩 却因配角头衔一度引发杜鹃剧领风波 时间回到公布得奖名单后的1963年9月上旬 正在台北拍摄《山歌姻缘》的杜鹃霍西喜讯 以很委婉的口吻表示 我和李丽华观山乔庄在《乌山春回》里的排名是双生双蛋 并无主配角之分 所以我不愿意被认为是最佳女配角 我将不主动地愿意参加今年金马奖的颁奖大会 如果参加的话也不愿登台领奖 索性将局在约一周后出现转机 真性情的杜鹃坦然道 当初是我误会了 因为《乌山春回》片中我和李丽华同为女主角 所以颁给我最佳女配角心里感觉不对头 后来问明白了 公司本来是提名我竞选最佳女配角奖的 所以我决定遵从公司的安排 杜鹃细诉内心转折 源于干妈皮以书的劝告 附带一体皮以书为中华民国第一届立法委员 和杜鹃为四川同乡 她勉励该女儿误以小奖而不领 既然人在台湾 就顺便参加领奖后再返岗 除此之外 第二届金马奖的光芒竟被黄霉调电影 梁山伯与祝英台主角林波一人总览 评语书也期许杜鹃的出席能让 由林波唱独角戏的典礼显得更热闹些 其实杜鹃与尚未凭梁筑窜红的国语片新人林波 此前已合拍黄梅调古装片红娘 杜鹃是女主角红娘 林波则为较少发挥的小姐崔音音 不过世事难料 才不过数月光景 林波已一飞冲天 杜鹃则因最新爱情而对工作眷情 两人唯一合作的红娘也在老板邵义夫 不愿林波女装造型外泄的前提下彻底废弃 为己杜鹃在双亲不赞同 公私不乐见的逆境下 与交往年于长级五岁的上二代雷启成结婚 之后杜鹃虽重返片场 却不时因家庭戏故迟到早退 心神恍惚 四主角退居佩搭的不满 加上夫妻举语评深 此时的杜鹃在南心无旁骛地精进演技 角色戏份越来越少 反派系录越走越窄 不论对他自己 抑或对观众 都是一份怅然的遗憾 影片就说到这里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次见啰